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硕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辽宁南篮 辽宁南篮已经夺取了本赛季的CBA总冠军 但这很显然不是辽宁队 最后的一步 他们还需要去继续争夺冠军 如果能够在下个赛季再次夺冠的话 那么辽宁队将会正式建立 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联赛的王朝 所以说在今年夏天 对于管理层来说 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需要为球队在新赛季开始之前 做出一套更加完备的阵容来 那目前联军队最大的短板 其实还是在内线 李小旭和韩德逊的能力没得说 特别是在总决赛里边 两个人在内线一攻一守 成为联军队最终夺冠的一个重要保障 但关键是两个人 在今年过去之后又老了一岁 而且通过上个赛季常规赛的比赛来看 那两个人在常规赛肯定是要保留体力的 这样才能够保证他们 在季后赛 尤其是到了半决赛和总决赛里边 有着更加出色的发挥 因此需要增加内线阵容的轮换厚度 目前球队主要依靠的还是 莫兰德和刘彦宇 但是两个人的话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保险 而今年有可能上吊一队的张晨志峰 在防守当中还有明显的短板 如果能够换来一个有极战力的内线 不需要去适应 拿来就能用 哪怕没有太高的培养价值 这个也没有关系 而如今看来 辽宁队似乎是有色行动 根据山东媒体这边爆出的消息来看 在辽宁队已经打不上球的 吴昌泽很有可能会在下个赛季 来到山东队 而这样一个00后的新星 去到山东队的话 辽宁队肯定也不能是白给 那自然而然想要从山东这边 换回一些有用的筹码 朱宁阵上个赛季 在山东队原本是被寄予厚望的 但是也没怎么打上球 这个时候如果重新返回辽宁队的话 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虽然单纯从交易本身来看 那么朱宁阵回到辽宁 要远远比吴昌泽加盟山东 来的帮助更大 但是一方面 朱宁阵现在在山东队 他已经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这个时候不如做一个顺水人情 给到辽宁 第二一方面的话 辽宁和山东两家俱乐部的关系 是非常好 双方也是频繁的发生交易 山东南篮 现在能够得到一个核心后卫高师眼 当初也是多亏了辽宁队 因此不排除双方 再次做交易的这种可能性 那吴昌泽的话是辽宁队 最先在阵容里边 能够打上球的00后球员 到现在为止 为辽宁队出过场的00后球员 也就只有吴昌泽和于泽成而已 而吴昌泽在上吊 辽宁队的第一个赛季 就获得了重用 当时是整个赛季打了53场比赛 其中有24场是首发 都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轮换球员了 但是没想到这两个赛季 出场时间一次比一次短 上个赛季的话 我们看到只打了24场比赛 那来到这个赛季 只打了19场比赛 甚至还不如第一场 第一个赛季的首发次数来的要多 所以说现在辽宁队对于吴昌泽 可以说是有点鸡肋的感觉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索性不由将他做一个交易筹码 换回球队所需要的激战力 这样的话 就像我们所说的也是补强了球队的一个最强短板 还是那句话 并不是指望中阵阵来了之后 真的能够到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关键是他能在常规赛阶段 给到辽宁队这些内线的老将 以充足的休息时间 再辅助上莫兰德和刘彦宇 那整个辽宁队的内线人员配比 相对就比较完整了 常规赛靠这些外援和小将来去打 那等到季后赛 让李小徐和韩德军 把暂直的体力在那最关键的几场比赛爆发出来 那辽宁队在下个赛季 依然可以打出一个比较不错的完整赛季